9月5号12时52分,四川甘孜卢定发生6.8级地震 截至9月8号80,此次地震已造成82人死亡 其中,甘孜州卢定县46人死亡,雅安市石面县36人死亡 地震还造成35人失联,270余人受伤 其中,危重伤4人,重伤62人 至今,地震已发生超过48小时,救援仍在继续 9月7号一大早,中心社记者在镇中卢定县墨西镇 见到了甘孜州森林消防支队的消防队员 他们今天要背着28顶帐篷和生活物资 前往有着中国最北一寨之称的摩岗岭村 这个宜族村与墨西镇隔着一座大山 原本居镇上仅10分钟车程 但十多处山堤垮塌,使道路完全中断,成为孤岛 救援人员不得不绕到十几公里外的德铺镇 在当地村民罗刚的带领下,沿着一条荒废多年的小路上山 前面比较塌方,比较危险 所以说我有采取一个方式从这边走另外一个寨子里面村上 从这边上来因为比较安全,也对大家有利益嘛 距离实在稍微要比这边远一点 走这边上来人要比较艰难一点 从这边上来要比这边我们原先的那个路上来要比较安全 今年35岁的罗刚从小就在山上长大 他直言这条路已经荒废了20多年 当日时市政,中心设计者跟随消防队员从山脚出发 山路陡峭,隐藏于密林中,植被茂盛只是隐约可见人走过的痕迹 最陡的路段不得不手脚并用 刚走了十几分钟,记者已满身大汗,心率飙升 但对背着最重高达120斤的救灾帐篷和物资的森林消防队员们来说 这段路程更为艰辛 绳子深深勒在肩上,只能隔断时间换人 在赶往摩岗岭村的途中 有村民自发赶着骡子,骑着摩托车前来接应 以便减轻森林消防员的负担 12时30分左右,28顶帐篷和生活物资终于抵达摩岗岭村安置点 顾不上休息,森林消防员卸下物资后 就开始着手搭建起救灾帐篷 24岁的甘孜州森林消防支队康定中队队员彭建博在现场忙碌不停 展棚布,搭架子 家就在附近燕子沟的彭建博自地震发生后就立刻随队出发 他希望能多为家乡抗震救灾出力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都想去做一下吧 能帮家乡做一点,试一点 感觉兄弟们这几天也给我的家乡砸起了,熊起了 感觉特别感谢他们 只用了半个小时,临时抗震营地就已搭建完成 煮饭,烧水,村民们也逐渐忙碌起来 据了解,目前有70多名村民受困于此 多为老人,小孩 救援力量到达前,受困村民集中在安置点搭了检一棚 来到安置点后,家中剩余的物资成为了村民心中最牵挂的事 第一部分就是先把救灾物资,28顶帐篷从山底下输送到村里面来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搭建帐篷 搭建完毕过后,我们根据当地村民的需要 村支部安排,然后抢救村民的贵重的物品 今天的任务大致就是这些 帮村民们抢救完家中物资后,消防队员们迎来难得的修整 连续两日紧急救援,翻山越岭 不少消防队员都挂了彩 但救援不等人 当天16时左右,消防队员又按原路返回 虽然负重减轻 但望着远处触目惊星的垮塌山体 他们的心里仍不敢放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